去年12月4號你也被提告喔 嗯 請問院長你有沒有收到 約詢的通知 沒有 有沒有收到不起訴的通知 沒有 已經超過10個月了 部長 你們為什麼不查 為什麼院長被提告不用查咧 警察也不敢約你 為什麼沒有約啦 所以總統院長都不用被約 警察沒有約詢 院長的原因是什麼 這樣就變吃案了啦 就是各案 院長你的案都沒有查耶 都沒有查耶 所以人民覺得說 我動不動就被你設違法查 結果我們的官員 院長到現在10個月都沒有調他 標準在哪裡 言論自由不應該有顏色 司法公平也不應該有顏色 更不應該有官民的差別